大家好,我是一华,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土鸡汤,真的是暖胃又暖心 鸡汤很多人都会做,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土鸡汤的做法,看看和你做的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将土鸡清洗干净,先给它做个美甲,这是一只在家里养了一年多的土鸡 它的胃比较粗短,非常的筋硬,体内的脂肪是金黄色的,肉质也是粉红色的,非常的紧实 用清水将它清洗干净,洗干净后将鸡肉剁成小块 因为养的时间比较长,骨头比较硬,鸡皮也很有韧劲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像这种家养的土鸡不需要焯水,也不需要腌制,只需简单清洗就可以了 油比较多的分开放,准备好几块生姜,软身紧成段 贴麻,切片,用温开水泡发 锅冒烟放入少量的油,先下鸡油比较多的部分,泡出油汁 这样才会香而不腻 接下来倒入鸡肉 用铲子翻炒,炒干水分 这样用油爆出来的鸡肉,皮下的油汁会筋出来 吃的时候就不会发腻 放入姜片,继续炒成 加入一顶顶料酒,翻炒去腥 这个时候鸡的水分都炒出来了,特别的香,把鸡肉炒出来 倒入烧开的砂锅中,水一定要开,这样鸡肉才不会变柴 煮开后,下入添麻和短生 添麻可以治疗头痛,短生可以补中益气 两者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为了防止喷锅,我摆了两只筷子 扣上盖子小火焖40分钟 中途打开盖子,稍微翻动让其受软均匀 这是煮了半个小时的鸡肉 炕上去肉质非常的紧实 接下来放入一些去骨的红枣 用筷子将它浸到汤汁里面 继续扣上盖子,小火焖1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哇,真的是太香了 加入适当的盐调味 其他的调料可以都不用放 一道鲜美营养的土鸡汤就做好了 这样煮的汤非常的鲜甜 银色也非常的诱人 最后还可以撒上一点点胡椒粉 冬天喝上这样一碗 可以预防感冒 提高预寒能力和免疫力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比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您